是因為我的對手是你 酷顯的人生 年輕 不好意思 你就已經贏了 好嗎 不要再攻擊我了 你真的懂 好真實 好新的人 好帥 我是新的主考官 好啦 我們現在準備要出現的第一題 來 請出題 很多父母都禁止 小孩邊吃飯邊看電視 這其實是有根據的 國外研究發現 看下列哪一種類型的劇 竟然可以更容易暴飲暴食 A 笑到肚子痛的歡樂喜劇 B 傷心到痛哭流涕的悲劇 請選擇 剪刀 石頭 布 慢速還輸 我不好猜 我猜B A 那不用猜選 我本來就想要選這個 A 我選A B是B A 那你拿A 你的必須是B 你弄B跑來 要B怎麼誇張 必須 你B跑哪去 因為B你在很難過的時候 你在看著他 你會跟著他一起難過 所以你的嘴巴就是無法動 你會跟著一起流淚 可是你在看到就是笑喜劇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太好 太好笑了吧 然後就會一起 對 所以我覺得是A 你說的完全不對 因為你笑到肚子痛的時候 你可以喝 但是你沒有辦法說 什麼爆食 你沒有那個機會 因為你一直在那邊專注 可是傷心到痛哭流涕 它是一種情緒情感的投入 它裡面包含了 逆末 無呆 怎麼 呃 失落 它其實是需要 陪伴的 這時候用什麼來陪伴呢 這時候就是零食跟飲料 從我們的口腔來陪伴我 請選擇 A 五 四 三 二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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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只有學長支持學妹 對啊 因為難過的時候真的是 很多人都難過的時候大吃就好 不對 其實難過真的難過的時候是吃不下的 對 你難過過吧 我也是 你為什麼不選樂觀的呢 沒有 因為這我最近很有感覺 其實當你很忙 很難過 或是你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你那時候腦袋就會跟你講說 我需要多巴胺 我需要零食 我需要甜食 就是想要吃東西 就是想要吃一些很爽的東西 讓腦袋有那個快樂的感覺 就是我在傷心的時候 我人在一種失落的情緒下 我 我 我都快要死了 我還怕熱量嗎 你今天碰到牆壁 你從現在回來也來得及 來不及 走過去 來不及你就去死 這叫做奈何橋 過了就過了 好 答案是 恭喜答案是 B YES 來 我們來說明一下 那是因為 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人員 完成了研究發現 不同的節目類型 對於熱量攝取量也有差異 看悲劇影響最大 會讓人多吃694大卡 看喜劇呢 只會有490大卡 對 那無聊的節目呢 為359大卡 傷感片都會引發觀眾 情緒化的禁食 特別是看悲傷電影 會讓人通往 通過禁食 彌補悲傷 可惜你猜選還猜贏了 就選一個錯的 真是 好的 是因為我的對手是你 好可惜 年輕 不好意思 你就已經贏了好嗎 已經贏了 不要再不及我了 你聽得懂嗎 贏罵不要贏我 好可惜 你不要賣